是人家幸好一亮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每次造势场合 全台粉丝总是不远千里来相挺 但新北市议员唐慧玲却爆料 竟然有游览车业者 不敢租车给韩粉 今天这家游览公司 回复我的服务处是什么 是国防部已经包下了 一年他们的游览车 今天即便游览车停在那里 你不准跟我出车 我也照样付你钱 唐慧玲之一 难道军方也成为蔡政府的选举机器 连游览车都要扣住 不准对手租用 记者透过国防部公开招标资讯 找到这家运输业者 长期跟国防部合作 这间公司共有22辆中大型游览车 但到底有没有被军方施压 业者低调不愿受访 却私下表示生意难做 除了跟军方的合约 当然会想接其他的生意 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说 有绿色恐怖绿色恐怖 就是我不敢去承接 比如说韩国瑜的造势场合 如果我承接的话 说不定 我在跟国防部签了约的时候 我就会被追究 我就会被刁难 国防部表示 一切依照合约 需要用到游览车 才会通知业者 平常不会限制业者 做其他生意 跟议员收到的诚情内容 成了罗生门 游览车公司开门是要赚钱的 那我跟你国防部签的 叫做开口合约 你提早提出需求 我把车辆给控管住 然后在准确的时间地点 向你国防部报到 但是如果你没有提出需求 那我这一次空来这个地方 难道你国防部要付钱吗 那这就值得追查咯 选战倒数 各种风吹草动都格外敏感 连游览车的租用 也成了攻防焦点 这也上当我光君 台北报导